各位炒價 肉帶王冠必誠其中 如果你想自己配得上Trader這個名字 真的要用心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們是不會亂按的 炒股炒金炒有炒會炒幣也好 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完ETH上去 他真的上去了 為什麼我叫你Buy More Buy More 不斷買不斷繼續 Hold 遲些才感謝我 你不用遲些 兩天後有人感謝我 那晚已經有人感謝我 為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Henry 我們又回到星期五 當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星期五 這樣 那 我在這段時間 做少了一點直播 當然我仍然都是 最極致的 分享回 我每一天怎樣分析 可能你一開始 或者你不斷看我的項目 為什麼要教人 為什麼要分享 自己在玩就算 你 一定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有些人會覺得 你懂得炒 分享給別人 可能你會問別人 你懂得做Gym 要在Youtube教人做Gym 你懂得做瑜伽 或者懂得煮一個野食 怎樣都教人 但是很多人會有些問題 那我總是覺得 那 教到人 又 如何呢 其實有什麼 那麼難呢 我覺得這些 我是會每天 分享我的行程 去我的Telegram 新頻道裡面的 可能是每個星期四五六 我會分享我那個星期全日 每一天我怎樣做單 也就是在說 我將每一天的交易紀錄出來 這叫往績 就是討論區 我不是很看的 他們會很喜歡 問我這個有分享出來 有沒有往績 那當然有 我不是說 那些上年九月之後 牛市開了 我就開個Patreon出來分享 就是這樣 NO 我在2018年已經分享 我們怎樣去做 我們怎樣去結束分析 怎樣去找一些好位去做 trade 怎樣trade like a trader 我們不是亂按 我們不是亂炒 亂炒 亂炒怎麼會贏的 你不懂得看圖怎麼會炒的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不合理 你明不明白 就是 這件事叫做 欲帶王冠 欲帶王冠 必誠其重 或者必誠其重 我不是一個中文特別特別特別 特別聰明的人 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到這件事 你一定要 頂得順 什麼頂得順呢 就是我分享出來 每一天 真的做到一些 OD位真的是那些位 其實很多時候都 或者叫做 那些位就是關鍵價位 key levels 我們是在那些位置做單 比較直博的位 底博的位 我們去找 我們去做 那你便提高性率 你便提高你的直博率 你把單的位置便漂亮 你便不會經常都 喂 好像是 好像不是 那樣 不會的 就等於你不會在900元追Tesla 這樣而已 這個不是股票的建議 但這個是例子 當你看完圖 你就不會的 這個人的分別 問題就是 很多我同齡的人 是完全不懂得看圖 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 大豬炒氣 那不是很矛盾 就是說 你當然 你自己學就可以了 但是 慢 交很多學費 而 你交的學費 是你不知道學了什麼 對了 而 為什麼我的課堂 未去到 喂 兩三萬元 而 我真的證明到 我做到 就是因為我不是想一個很不大眾化的價錢去做這件事 對了 就是我做到 我可以用我的課堂 去做這件事 告訴大家 真的做到的 而真的有方法的 真的寫了出來的 那 以前有些新手的課堂 現在是有些實戰一點 實用一點 真的 喂 真的有策略在手的 真的可以做出來的 不是一些簡介會來的 很多人覺得 喂 課堂為什麼要付錢 免費就可以了 這樣 你可以去上去免費的 你看看那個人 可以提供 兩三年的track record 出來 即是怎樣 即是他分享給大家 所謂的紀錄 那些位置怎樣做 而真的做到 贏錢 正在做 有wifi 我就賺到錢 無論在 我19年在溫哥華 在 東京 在 麻爾代夫 在 馬來西亞 台灣 台灣 台灣教班 現在疫情不能去 其實我見過很多不同的炒家 我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對 我見到很多人不同的策略 而他最後的下場是怎樣 流亂的炒 不懂得玩 毫無策略 這些 即是我做到 這件事 不是說我聰明不聰明 我純粹是說 我們怎樣去演繹一個 投資方法 即是 技術面真的好死 所以 說真的 要贏有多難 如果你是會玩的 你想一想 你會游泳 游泳不會難 你會踩單車 不會難 你會做這件事 你就不會覺得難 你是很自動的 你的觀察力 你的觸覺 是自動波的 什麼是自動波 你會說 你會游泳 煮這個食物 大概加多少鹽 加多少糖 加多少油 會不會太大火 這些事 我們會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煮飯的人 如果不是的 很簡單 你煮公仔麵 但他怎樣為之軟 試一下 但他怎樣為之 不夠軟 你感覺到 經驗 所以如果我們學一些 賺錢的 技術 例如這些是一些 創業 例如這些是一些 投資 我很建議大家去學一學 當然不是每個人喜歡上課 聽別人說 根本他就沒有這個心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只是搞一些有火的人 什麼叫有火 我 35歲 左右 希望財務自由 希望自己 裝備好自己 去到哪裏都會賺到錢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 有 態度 的一些年輕人 即是說 腿 很懶 那些 其實如果你是那些有火那邊 那一類人 到你二十到尾 你的朋友就分類了 就會不同了 你的圈子就會不同了 例如你是搞startup的 你是搞初創公司的 那你就會跟那些很退啊 經常都玩一些無聊的東西啊 下費時間 下費生命那些 就會慢慢疏遠的了 那我 創立這個page 就是我想 有一些trading buddy 或者是我 使用你的trading buddy 那我們一起去炒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做一些很sensible 或者是一些很 叫做educational的一些 部署 就是這樣去做 或者叫做educational guest 就是你那個部署 是有意義的 有sense的 我們是不去亂禁的 每個人是炒股 炒金 炒有炒會 炒幣 炒幣 也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說完 ETH 上去 他真的上去了 為什麼我叫你buy more buy more 不斷 買不斷 繼續 hold 遲些才多謝我 你不用遲些 兩天後有人多謝我 那晚已經有人多謝我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 你知道 怎麼為之 現在是強勢 還是弱勢 還是沒有方向 應不應該做你的單 我是很自動有這些答案的 我見到一張圖的時候 偏高 偏低 抵薄 不抵薄 可以試一下 輕鬆一點試 這些是 日子有功 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除了賺錢之外 除了學投資 學體圖之外 我這方面很勤力 即是說 怎麼勤力 我不去些無謂派對 我不做些很無聊的聯誼 我不喜歡那些House Party 拿著杯酒 在這裏 在這裏 玩Bot Game 我不喜歡這些 我喜歡 30歲前 財務自由 而我做到 我可以每一天 開著Live Bar 我是不需要做事的 我只需要看圖 看圖 賺錢 賺錢 分享多些價值給別人 分享多些價值給別人 即是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那 即大家可能 喂 我要花 四位數字的 學費去跟我學 為甚麼呢 因為我相信專業有價 以及我證明到 所以有些人會問 喂 為甚麼要付錢 那你便想一下價值在哪裏 即是 同樣道理 你老闆為甚麼要請你呢 就是 你做到 你聰明 你聰明 覺得我做到這件事 那你證明給他 除了是你的 portfolio 你的認知 或者你之前的知識 所以有些人怎麼會肯學 就是因為我證明到 我是全香港第一個炒 CFD 是可以證明到 如何炒 而 做到成績 三月 前 二月到三月 我賺了差不多 賺了差不多 一百萬 一路直播一路 大家看我怎麼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一百萬對你來說是甚麼錢 會不會是一個天文數字 還是一個散字 事日直便可以做到 是 double 即是翻倍再多一點點 那你的目標不是這件事 你的目標是每日累積 所以跟我學的朋友 其實想做的就是 每日找些好位去做單 不要做 不懂得炒那一班人 不要做不懂得炒那一堆人 這個是很關鍵的 即是不要做 不懂得炒那些 不要做 喂 連圖高低在哪裏都不知道 即有時候我想 想說 學甚麼人炒東西 當然 如果是那些朋友 我不會這樣跟他們說 但很坦白地 我認為嚴師出高圖 我就跟你說 你不懂 你就不要浪費錢 你就不要浪費錢 真的不要浪費錢 即我可能會覺得 喂 你給四位數字我去學 去學一樣 我proof到的方法 你覺得很貴 然後你隨便撞進去 輸你五位數字 六位數字 你覺得OK 我覺得 我不OK 我有跟人有學家 我有 去了解的 幸好我身邊有些 白樂一些前輩去教我 一些menta 所以我認為 人是要師傅的 我說不上我有師傅 但我是一個經驗者 我是一個proof到怎麼做的經驗者 那這個就是我 可以提供的價值 就是告訴你 你不會再 不知道 那些位置在哪裏 你不會再 那麼多雜訊 去 不懂得看圖 你不會 亂按去 按 你不會亂按去 入 我是幫你省下輸的錢 起碼 這個是很基本 還有我告訴你 什麼叫風險管理 的真體 很多新手不理 我就覺得不好 香港賺錢這麼辛苦 亂按炒 亂按按 真的輸死你 真的不好 我覺得 真的不需要 不好 真身不好 你會有時候見到那些圖 有些箭咀 為什麼這樣 是不是阿sir不肯定哪個方向 有時候真的 不是阿sir 真的想賺錢 我想 好想 好想脫離份 很想脫離垃圾工,這份工不值得我花那麼多時間 那就學吧,為什麼不? 你要做的就是,懂得看圖,懂得如何量手準備 我會用一些例子跟大家說如何量手準備 為什麼我們會在那些位置止蝕,為什麼會在那些位置放止蝕位,不是我們說的位置止蝕,然後止蝕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策略執行,你不會挨價的 你是寧願挨價,還是你輸一元,還是輸一百元 這個就是止不止蝕的問題,不止蝕,搞到大家玩股票覺得很氣餒 就是這樣,因為你不止蝕,因為股票你就是覺得你存得上去 但你daytrader不是這樣想的,真的不是這樣的 如果daytrader股,你會很危險的,千萬不要 這個是我的一個,級00後,90後,80後,70後,60後的一個中告 50後就不要差不多,真的要玩一些穩陣一點的 穩陣一點就是什麼 即是你已經學完了,你已經知道了 你懂的了,你靚位做了一些,你放在那裡就可以了 你都要懂的,你不是50歲才來學投資 不要啦,真的 那變了,如果你是20多歲的,20多歲的,30歲都遲了 我覺得30歲都有點遲,我們目標是35歲財務自由 我就早一點啦,即是叫做,不是說我賺了多少百億 我在說,我的收入,我可以在投資市場賺到的錢 或者我在資產上面的回報,或者我在一個可能樓市那裡 我已經有了,這樣 那然後,cover到你的支出 而你是開心的 而你是知己作物 那我認為就是一個挺好的一個 財務自由的狀態,或者一個心態 你可以嘗試 不要做你有一份工作 特別是你不喜歡的工作 你喜歡的,就繼續做咯 活到老,做到老 你開心的,有什麼所謂的?人總是開心的 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做得不開心 我心裡研究咯 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 大家就 努力,所以 加油 即是覺得我說話很直接 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是要的 真的要的 我不是想為一種 天馬行空 然後又放一些林寶堅尼出來 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很死的 其實 那些東西很死的 我不是想 那些 這樣 我是想說一些很切實 很實在 特別是我做到的事情 例如技術分析 找些位置去做單 其實很簡單 然後 如果大家喜歡的 那就是支持一下咯 你想學的 你就一起學咯 一起做一個 在這個 community 裏面去做 就這樣 沒有其他的 它的 所以你想去進步 或者短炒圖表上進步 沒有得備 所以我現在告訴大家,我的課堂說什麼呢?就是結束分析,怎樣看圖,怎樣去觀察可以在一個這麼好炒的市場 金會市,譬如金市,XAU,USD,就是現貨這樣,其實很好炒的 如果你懂得炒或者看圖,你拋開那些什麼未人計,什麼未信女,什麼授權書,什麼垃圾,不要再想的東西 一個年代沒有那些東西,所有東西都要公開透明的,所有東西都要很清楚的,例如怎樣清楚? 我用的平台,三浦指點差,甚至兩毫九,沒有手浴費,本地銀行出入金,全部東西都要合法合規 你覺得,或者你會這樣去想,或者有些人會這樣去抹黑,這樣去說 其實說真的,我的學員會無緣無故上網去稱讚我 他稱讚我是跟我說的,所以,如果我是用那些方法去教人 或者是真的去,譬如我幫人解僱,我當然不會了,是不是? 這個page到現在,我不會幫人解僱 因為我出發點不是這樣,我去分享,我玩得很過癮,不如一起玩,就是這樣 那或者自己一個抹黑是很悶的事,有時候很悶的,那時候就一起研究一下 有些人想學的,有些人不是想無私自通,什麼叫無私自通?自己沒有 但是這個年代,大哥,上網學什麼都行,還無私自通,花時間嗎?我們當然是快活,快活,快活 我只是30歲,還慢慢來嗎?快吧 有些人想學的,我講的時候是2900,再之前11月尾的時候是1100多 沒有人聽 沒有人理 17000元比特幣 我說不斷會說這件事的 因為你不明白的嘛 因為你不接受 或者你又想玩,然後你炒了車,炒到自己 我告訴你,17000元不斷看好啊,比特幣 5萬,6萬,7萬,8萬,9萬,10萬,甚至更加高就是他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8-10萬 對了 拍了影片的,不是現在說的 不是沒有說過的,我最討厭這些 沒有說過話又說 對了 所以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我怎樣去做單 我怎樣去trade 就不是那些傻死八卦 有些人就是很低裝的 就是說,喂 你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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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理會的 當然 投資行業有很多很多垃圾 什麼叫垃圾,就是幫人炒啊 我們有些群組 去進入一些群組 甚至還給錢,裝了一些群組 然後呢,就進來講一些很八卦的東西 進來中傷抹黑,很多這些東西的嘛 這個世界,對不對 我們工作環境也有啦 那我唯一做得到的東西 或者我正在做的就是告訴你 How did I trade 我怎樣去炒的 我怎樣去做這單 實實在在 說出來 就是這樣啦 所以,都是那句啦 想學的人,就會繼續聽的 不想學的人,只會當一些 是非八卦 那我經常都說 不要理會這麼多八卦的東西啦 成功的人 是沒有試驗你這些廢話的 或者你想成功 你是不會理會那些是非八卦的 所以分了兩邊 成功的那些呢 或者想成功的那些呢 只會留意我怎樣去trade 其他人不要理 我喜歡林家謙的 我非常喜歡林家謙的歌手 為什麼呢 他focus在自己的東西上 甚至叫你不要理其他東西 甚至叫你不要理其他東西 甚至叫你不要理其他人是怎樣 就是聽他的歌 你聽那些音樂 你focus在那些音樂就可以了 你focus在那些旋律就可以了 他這樣說 好欣賞他 就是這樣啦 我相信這些都是很多內容分享者的一些神聖 所有觀察到的東西 總結一下就是 就是我覺得 很多人不懂得炒 但是又想炒 不想找人學 但是自己又做得不好 我自己覺得 人生負短 我proof到 你喜歡的 來吧 來吧 就是這樣 如果你還是覺得 proof不到的了 沒可能的 投資不適合你 甚至覺得投資沒可能的了 就是自己亂炒完兩個月之後 覺得 喂 我自己完全不懂得炒 兩個月都放棄 三個月就放棄 一定做不到 就是這樣啦 就是我的 觀察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這樣說的 那沒辦法 真的 但是我就是不直接的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不需要 鬥犬 不需要鬥犬 對啦 真的 還有一個真性情一點 有時候說些話 有時候甚至逐一點 那但是 我不是那些 道德L 我不是喜歡 喂 別人說 自己說就OK 別人說了潔癖 那些我不是 我沒有這些東西 對啦 所以我 一個普通的90後 只不過懂得炒 就是這樣 對啦 那我們去到 什麼時候呢 星期 5月5號 5月5號 就是這個 星期三 講一下怎麼做單 講一下怎麼 找這些錢回來 我們 講一下怎麼做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也會講一講 我們 做了什麼單 怎樣做啊 其實在我Telegram 新頻道裡面 你會看到 大家的單是怎麼做的 那你 Match行程 喂 好像是看那些位置 那你研究一下 喂 怎樣做到啊 那些 或者你有時候有想 不要再做 不懂得玩那些 對啦 如果你是 你不小的話 你十幾歲 喂 入馬會開個帳戶 那些 死年輕的 那些 就是這樣炒東西咯 但如果 我是炒這個 Price action 就是 我是炒這個 價格行為的 我炒足的 我不是炒指標的 對啦 我不會去 即是很 不明白了 我很想一些東西很清晰的去做 所以怎樣我去做到就是 喂 我怎樣去玩 例如是怎樣呢 所以是做多個債鵝 做多個債鵝 即是怎樣 就是這樣 做多個債鵝 的意思就是 How did I trade 我怎樣做 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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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將沽貨單 正 對啦 沽貨 對啦 沽貨 OK 又懂得收錢呢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為甚麼 為甚麼 sell 找到錢呢 為甚麼這樣呢 為甚麼這樣呢 這個是 可以想一想 怎樣 怎樣做 對啦 怎樣做 How 怎樣做 對啦 這個就是 我能表達的東西 對 怎樣做到啦 這樣 其實沒有特別的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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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看圖 以後就不會再不懂了 這就是 分別 你是做到的 你下天不會做不到 所以有些人 學了 一路永日 即是很簡單 你自己學 或者是 對啦 對啦 明白就明白啦 信者得夠啦 好 一快速過 說 我怎樣做的 怎樣做 星期三 五月五號 這裡 OK 這裡 一小時圖 五月五號 星期三 下午這裡 下午這個位置 3點 試試結婚 我就說了 1780以下 一律體探 1780這裡 這個位置 OK 先拉過一點 這裡 1780 哪個位置 1779 這裡 1780這個位置 以下 一律體探 我們找位做單 各位師兄師姐師弟師妹 各位炒家 肉帶王冠必成其中 如果你想自己配得上 Trader這個名字 真的要用心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不要浪費了一些 學習的過程 有些人 有些人 無緣無故 無故 都不太會 很好笑 是不是我贏得太多 你不開心 那為什麼不一起玩 就是這樣 搞笑 OK 1783以上 離場 那是怎樣 盈規比極好 很好 你看到 其實3點講的 3點 3點這裡 抹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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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壞鬼 那時候呢 我就說1777-79 沽 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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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 1783 這裏 這裏 就這裏 很簡單 要回來了 亂按玩 輸了錢 何苦呢 跟小臉炒是不是很開心 策略交易 就是這樣 179 至77 股房 買跌 黃金看淡 3點講的 2點多講 2點多講 觀察一下震動還是偏強 等3點後再交易 沒有啦 上面是1AM 上一晚的 黃金看淡 這裡沽貨 風險783 這裡進 這裡指洩 簡單直接 什麼叫plan一個trade 就是什麼意思 安平有交易 真的說我這裡 做一個sale 這個位置 買跌下來 就是這樣 這裡 聽到那些人呢 我相信你很有心機去學的 我希望你用心機 我們去駁這個位置 第一個啦 770 等目標 1760 這裡 就是說 What if 它下去 我們 這裡 take profit 比如是這樣 比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進 其實都超過1比1 那OK啦 已經 day trade 不是要收拾一些東西 1比1 先不做 1比1 1.5才做的 有時候不用這樣 靈活變通 數個出路之前 數個都是偏弱 黃金偏弱 數個出路之前 因為昨天星期三是ADP 有小飛龍 之後呢 2 2 拍死了 搞笑的 不要緊 那 那 上 是不是下跌跌穿了 170呢 就可以 170 那就是怎樣 就是這樣 下來 收穿再下 簡單直接 什麼叫技術分析呢 就是這樣 我一直演繹給大家聽 我們怎麼做的 我的錢究竟是不是 喂 賺不到呢 怎麼賺呢 怎麼做呢 就是這樣做的嘛 看位做單 看位做人 兩年前已經這樣說 看位做人 我就說 找機會先估貨 如果數據利好美元 黃金就有機會向下 那 當然這是預測 是一個 分析的方法 策略執行的一個基礎 就是 你是有想過的 我們的想法就是 喂 先估貨 反彈做股 今天區間應該是1770至273 就這裏 看到嗎 170至83 這個範圍 下午區間 這個範圍裡面 是不是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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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做 那圖 所以有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 明白 是看到的那些位 可以看到的 你信圖表 圖表會回饋你 你不信圖表 你永遠都不會找到好位做單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中告 黃金比較震盪 你看看 那時候就 7點幾 這裡7點幾 震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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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其實你自己如果有做 其實你都會看到底在哪裏 近一點的底 175 你會看到的 其實 OK 你會看到這個底的 那我就說 今晚8點3的時候 你留意是ADP 有什麼數據變化 那有些人當然 上面猜我來 吃個壺 賺一點點 因為有數據 有數據就是怎樣 你不會太進取 那有些人 喂 take a profit 如果不是 你就在守著 浮著 還是怎樣 whatever 如果你還是那些震走了 怕了那些 有時候不需要的 有時候真的不需要的 去到8點就叫大家 咦 我衝過來了 先減瘡 8點裡面 它下8點的 下8點的 你可以去 這個是5月5號的8點 5月5號的8點 5月5號 這一支 這支是8點 這支是8點3 這支是8點 這支是8點3 你知 8點3 其實是8點 這一支 這一支 我就說現價1776 就是這裡 這個位置 8點這一支 8點05分 什麼直播驗證 或者是proof到呢 就告訴你怎樣做 往直 對 往直 176 8點05分 叫大家減瘡先 就是說 喂 高估任何高估 收收錢先 這樣 收錢先這樣 然後有數據出來 自己看 有數據 雖然不數多 或利空 持有即可 留意170 OK 剛剛在這裡 剛剛抄過來 170 即是說你不會在這個位置附近追沽 第一 第一 然後你要收錢 就是這樣 支持位置附近 支持位置附近 支持位置1775 170 為什麼 收回1小時圖 回到這裡 因為知道 8點嘛 這一支 7點的時候 這一支 我已經說 1775 170 那就是說 如果不是有效突破 你就要走 就是這樣 那我就回到這個位置 這樣 維持不到的 你推了止蝕的 減瘡推了止蝕的 那你就安全離場 你就走 如果你是博數據的 輕瘡 你看回我以前任何一條 炒數據的片 即是關於數據的時候的片 你會看到我怎樣做的 即是說 輕瘡 或者是不好做 譬如 飛龍是每一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的 你看回我以前那一陣子的直播 你就知道我講什麼了 一定會這樣說 就這樣 沽貨 我到這裡 你要收錢 收回來 打止蝕 那你下午 那天呢 賺一點就算了 因為有數據 我們要下下滾 一滾炸到底 我們做到 1770的支持位 看到嗎 170上面 剛剛上去支持位 那就是說 你在這個前底 附近應該收錢 即是1770.89 這個附近要收錢 譬如你吃1771 1772 你應該去減瘡 或者去收錢 總之 你7點 你8點那時 你推定止蝕 就沒事了 就是說 我這裡過的 我的止蝕 push到這裡 即是他下來 咦 上回來 怎樣都打止蝕 但是我賺著走的 Risk free 即是你不會 輸一轉頭 這裡入 止蝕 由上面搬下來 在入市位之下 估我來的時候 咦 可以回頭 撞保護網 搞定 收錢 賺少些 都是賺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星期四怎麼做呢 對 對 那時候怎麼做就是 哇 騎了上來 這個通道那裏 非常之清彩 當然我們凌晨就沒有炒 就是 你不是每次要做的嗎 你不是每一秒都要找機會的嗎 大佬 如果是這樣的話 麻煩你 堅決一點 那些不堅決 要賺到尾的 往往都是 玩得不好的 這些都是一些經驗分享 喜歡的 訂閱我的 Youtube 訂閱我的 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 很多東西跟大家分享 心態呀 技術都有的 然後 就繼續 Like這條影片 Like這條影片 對 為了Share給你喜歡炒東西的朋友看 喂 其實是怎樣去做的 那些判斷怎樣去做 可以怎樣去做得好些 短線上 那就可以等做菇啦 今天 OK 凌晨站上來 站上來 OK 嘩 成棍上來了 我要做些什麼單 等一下說一下 2點 你看到嗎 活動時間 2點 1點 這裡OK 2點 這裡 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這裡拜 這裡拜 買星 買星 對 晚上 2點 我們中午的時候 做一個沽房 這裡2點 3點 3分 95加6 3分 這裡 95加6 95加6 這裡 95 96 這裡 對 這片 不用多這麼長 其實這些東西 很實用 你想炒得好 一定要看到尾 你就知道我不是亂來 我都是想你學到東西,我才拍那麼多片 如果不是,我直接服務一些專櫃會員就算 做好免費分享就是一些觀察、一些心態 一些一個導師觀察到的東西 你不用理我多少歲,你不用理我其他東西 你要想一下,怎麼做呢?怎麼可以做到呢? 繼續說 我就說,突破完通道,黃金片強,以1782為一個支持位 一個強的支持位,一個強的支持位 就是這樣 在這個位置,強支持位 突破了這個位置呢 之前,這個是阻力的,阻力1794-95 這個位置,阻力 我就說,咬半充費太快了 現階段扣人位高位,等待,造孤 2點 2點3,其實我講的,2點03分 這支足,2點3點4點,2點3點4點 這就是2點 造孤,幾多次機會啊? 做一次也夠啦 又贏 又贏 又贊 我說,薄小賺,等未判 今晚有數據,數據前,短線操作 講得很清楚的 什麼叫手把手教學呢? 什麼叫做 臭BB式教學呢? 我是全香港第一個這樣做的 告訴你 即時上你怎麼去判斷 這是我一些分享的價值 我就說,喂,小賺鐘啊 3點多 這裡說 回落9190 減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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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嗎? FIT吧 為什麼呢? 你就想一下 了解一下為什麼 給你一張圖 你 那時候我突然過來的時候 去按摩 我跟女朋友 對 對 那 就一直看一下圖 我陪大家 對 對 我就說,喂,看自己的訊息 調整心態 其實你可以想像 你在市場裡面搶劫都可以的 當然是市場上面 在App裡面 你不是現實世界搶劫 我們不做犯法的 對了 不拿袋不是自己 找位做 堅決走 我1792都可以鑑創 即是說 喂,你怎麼猜你都會贏 那你想要等我什麼時候呢? OK,那我繼續盈離中 推回止蝕去1796就可以了 即是說你 止蝕本來是1784 有多少? 止蝕 防守17101 這裡OK 防守本來是這裡 防守本來我是切在這個位置 才是這裡的 那我就說了 那時候5點就說了 喂,擺分1796可以了 我止蝕在這裡 那我就去到7點3 這裡 這裡 還沒上去 這裡 我就說了 喂,目標已到 已經下來了 目標在哪裡啊 今天 看了一次 目標1790-88 這裡 一爺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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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完美的位置 對 不是很幸運的 很多事情想的 其實 很多事情想的 那就是厲害 做到 什麼叫厲害啊 你學到東西 賺到錢 一張單學費了回來 所以 就是這樣 咦 還沒完 9點 一開足 的時候 看到這位開足嗎 1793開足嗎 我們說回落 1790-91 附近開貨 對 9點03分 對 即是說 開足之後 3分鐘內 到這裡 9091附近 握上去 不會是沽貨 就算沽貨 也好 或者是下來也好 止蝕不會太遠 這裡 再高一點 這個位置 附近止蝕 目標哪裡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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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完美的一部部署 一張很漂亮的單 Long Position 這個位置 持貨 目標 可能這裡 指示這裡 OK 這個1比1.5 即是說 贏1元 贏1個半 風險就是1元 但更遠目標 在這裡 1比4 盈規比 對了 這個有少少是Bonus 因為始終 今天都不是特別強勢 但只是偏強 看到嗎 我的分析不是真的比價的 這麼多人肯跟我學 為什麼我長期 我的會員頻道 有百多人在這裡 就是這樣 長期 百多二百人在這裡 長期都有 對 都有人 喂 好早放棄那些 我真的幫不到你 但那些不是的 麻煩你努力 繼續努力 7點的時候 分析 這裡 那時候 未 未 有任何的 位置出現 7點 這支 OK 7點 是不是有時間的 你見到的 7點 這支 我就說了 喂 留意 90-80的支持位 應該支持會在上面震盪或者偏強的 各位 戰友 阻力是1796-80 即1800 1796-1800 應該會在支持會在上面震盪或者偏強 那就是什麼 簡單 就是怎樣 可能會是 這樣 這樣 震盪或者偏強 哎呀 這樣 震盪偏強 非常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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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1800 108 113 是的 那 有那些 數據 有說什麼 數據 我們不是你數據的 我們不炒數據的 如果你不太熟我的 Patreon 你知道 偉偉告訴你 我們是不炒數據的 我們是一個 炒 Price Action的 我們會避數據的 這個是個分別 所以我們比較穩定性 就是因為我們不會去 賭 那些數據 我們不會去賭 一些行程 什麼叫賭 飛龍數據 今晚會有的 即是星期五晚會有的 我們不會去賭這件事 不賭 不賭 就贏 不賭 你就輸少些 不賭 你就會有系統些 你就是一個 daytrader 你不是一個gambler 這個分別 9點30幾分 喂 這一下就是 大豐收 到目標的 我說的時候 我在走ZARA的時候 在走ZARA 喂 真是沒什麼特別 就是逛街 104 105 懂得減倉 我講得來 9點38分 我CAP了一張圖 106了 已經 怎樣賺錢 這樣賺啊 各位朋友 不懂的 快點學 為什麼會看到 為什麼可以 夠膽放一些記錄出來 因為我們有方法 我再留去近111至113 炸貨應該 指賺 這裡 OK 指賺 看到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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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價格在右邊 指賺 OK 我們現在 這裡 這裡 9點踏10 對 9點踏10 9點踏10 應該只賺 收錢 搞定 2泰幣 3,600 恭喜大家 相信我 一起講講時間 今集的人生 今天 到此為止 大家要用心 拜拜 當然是美元 我們 我們 這張單 賺多少錢呢 我們 這裡 沽完 那就賺幾元 我們計一計數 如果你是不懂 或是未懂 其實我建議 了解一下 我們賺4元 OK 那 二貨金 乘100 100 100 就不變的 OK 公式很公平 一樣 就是賺4元 OK 乘100 乘你的手數 一張單 第一票 賺400 USD 對 400 甚至是 600 因為你 96 沽到90 收錢 那就是6元 6元 6元 第一張 第二張 我們是17 多少 我們當1811 1 收錢 不要差那麼盡 OK 入市位哪裏 1791 唉 給你1792 OK 1792 方向性交易 多少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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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19元 19元 乘100 乘一手 19 美金 19 1 1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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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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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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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四分一 那個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數字計完了 簡單直接 差距成100 成你的單量 十手的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照成照計 非常直接 我是直接一點的 就是我喜歡講一些 我做到才講的 ETH還是騎著3400多 那有哪個位好做呢 我分享給那些 專計會員 大家喜歡加入呢 隨時課堂 5月30號 實戰營 我這個實戰營炒家 我不是理論派 坊間很多理論派的 我不是那些 我就是不喜歡 那些叫做 游花園 或者是 怎樣 我是不是的 實戰營 怎樣做 你加入回 你看回我之前任何一張單 你全部看得到的 那這個應該是最好的證明 最好的王籍 這就是我的玩法 這就是我的態度 歡迎Follow我的IG RedTraderHenry 還有我的Youtube RedTraderTV 還有我的Facebook RedTrader 現在暫時一萬九千幾個朋友Follow 多謝大家 這次認真 再見了 一起講講時間 這只是人生 我們享受人生 享受財務自由 時間自由 現在都晚了 希望大家用心 明天飛龍 留意一下 晚上小心點 就是這樣 拜拜